所以我們來看的就是新町的交通大學 悟高的這個色素和博士生 來發起這個守護國間自制 派到設置北海地去露行的活動 五天裡面 他們就臺灣的生海華騎买600多公里 我們用自己的方式 來記錄和聽當地的聲音 他們一路我們來 上網路跟這個網友 來分享他們的經驗跟他們所看到 所以我們在到中間出版的 這個網友的認輸和支持 把海地去露行 高的交通大學社屬性跟博士生 發起收好國境自制 要北海地去露行的口氣款部 腳打車運動 用五天的時間為自己出外 能夠洗海花一路到高雄 站在鄉上站在行的 在670公里的露行當中 白鳳北不一樣的龍魚川 也改變了自己對環境和保養的看法 有一個 一個阿桑 然後他們就去採那個海瓜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拿一個很大的籃子 然後我們就問說 阿桑你們籃子拿那麼大 為什麼裝掃掃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直接跟我們回答 就說有夠吃就好啊 拿那麼多 那這樣子以後大家都沒得吃了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念過什麼書 可是他們整個對環境就是一分尊重 謝朝相公 騎腳踏車清新接觸 用十分之的速度 可以看到超過十倍的風景 對岸和遠路照片中 加上他們保護白海地外東 整路路來已經得到超過兩千人的支持 我們沿途找民眾 然後我們去跟他說我們的訴求 就是小海豚的一些生態環境 然後一些整個環境的保育訴求 所以希望說 希望他認同我們 然後就會幫我們就是說 這樣子拿著這一隻玩偶 然後跟我們一起拍照 這段學生 跟萬萬的感動 用為親議定位系統的結合望路 將這座六百多公里的生態環境 這次上萬跟萬有來分享 每一個外國就有7萬人 加一保護白海地跟生海華生態聯數 當時這座環境 也讓走出冷冰冰的高射 遇到世代團成的收穫海華 也結合到我們現代科技 帶大家實際台灣生海華的美好 在這裡綜合報導